机场碌碌大口吃着东西 独自在山中求生 10天的54岁庄姓男子 因为拿骨婆玉堵住水管 救了自己一命 但右脚以及左臂受伤 导致他动弹不得 消防队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 将患者给搬运下山 证明庄姓男子 右边的臀部淤血 左小腿肿胀 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没有办法行走 消防队是使用卷式的单架 扛了四个多小时下山 单头县消防局 昨天下午结合一名农民 报案求助 称在工作的时候 发现有一名登山客 受困了山谷 搜救人员紧急出动 花了约两个多小时 抵达的现场 这才发现这名登山客 是来自台中 那么他独自一个人 到南投路古乡的凤凰山 来登山见走 却因为体力布置的关系 衰落十公尺深的山谷 加上没有带手机 没有办法求救 后来利用自己曾从事水电 相关工作的经验 采摘山中姑婆玉的金 利用身上随身携带的瑞士刀 先锯开附近居民 饮用水的水管 再用植物的金来塞住水管 直到村民发现没有水 可以用上山查看之后 才发现了庄性男子 赶紧来帮忙报案 请求支援 coefficient 为依然放入水火 使我食物 白土买